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季度投资指望K-Chief Talk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 邮子薇 Yumi 相信大家都很想听听各位投资专家意见 始终都来到新一年的开始 而且市场上升了不少 都很想知道首季度的情况 究竟我们怎样去捕捉未来的投资机遇 今天很开心请来台上几位嘉宾 和我们分享不同的投资市场产品 在2023年首季度的表现是怎样的 首先在我身边的 就是华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高级经理李星宇先生 Chris 你好 Chris 你好 然后就是南方东英销售及产品策略部董事 李雪恒先生 Kenneth Kenniff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是 然后摩根大通亚洲上市献生产品销售部 執行董事雷坤杰先生 Kenniff 你好 大家好 新年进步 是 最后我们有致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兼投资研究主管邓澤棠先生 阿丁 你好吗 大家好 身体健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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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年 大家赚个盆滑滑滑 大家都可以赚到跳跳窄 始终港股大家都知道 都经历了一年多两年 那些大起大跌 直至去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无论是防疫还是经济政策 行业的政策 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令到股市都明显反弹 开局到现在都升成2000点 都差不多一成的升幅 其实我们就先说一下宏观的经济局势 是不是都倾向乐观 都想听下在场不同的专家意见 不如就Chris先吧 如果是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 其实影响港股最大的影响就是中国政策 其实现在看到整个是回暖感 我们看到政策方面 如果2023年来说 先反转后复甦 所以现在看到反转到这个位置 老实说现在基本面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始终我们觉得是会有些波动和震荡市 之后才会有整个偶市的转向 如果是说加上一些防疫政策的放松 所以其实香港的不同行业 我觉得都可以受惠 譬如说是保险业 譬如说是珠宝和一些租金 我们觉得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的声势 接着要问一下摩根大通和阿周 我们一直都在节目中强调复偿概念 所以未来首季度 是否都继续向着这个进化 因为始终是否经济方面都看得比较好 都会是 大家都很衷勁 真的内地 继续放宽防疫政策 经济是一个重启的概念 我想今年来说大家都会继续用这个概念去补处不同的板块 不同的过股 当然美股了 去年就一直大家会 究竟什么时候英 什么时候比较有职甲派呢 我想随着开始大家看那个点阵头 去到联储局的一些利率的预期 都在说可能去到下半年 或者可能第二季 都开始那个价值预期都越来越低 反而这样就变成了大家 真的没有太担心 假设的周期对经济影响 反而反而变回来 大家开始看到 食率可能见顶了 会不会资金下回股市呢 我想这都是大家 将来今年全年的一个战亡 接着要问一下 南方东鹰的Kenneth 因为刚才 另外Kenneth也提到 可能外围也比较明朗 而我们那边 都有几多利豪的政策 是不是都朝着这个方向呢 绝对是 如果你说政策的话 刚才Chris也有提到 Kenneth也有提到 其实我们对于政策来说 我们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 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关于A股的产品 而是因为我们看到 12月底的时候 其实推出了很多 对于无论是反垄断 平台经济 其实已经开始说 他们不会再有任何的 一些大的一些动作 因为他说之前的东西 我们已经部署好了 之后未来的 我们会大力去投放资源 在这些平台经济里面 所以我们挺看好中概股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港股方面 一定都是受惠于政策的了 第二 而港股呢 再多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 资金流向呢 外资的资金流 其实是回了港股 在什么情况之下 看到不一定是回到港股 而是回到中概股 就是我们看到 隔夜的ADR表现呢 其实这几天 都不是永远的 这几天 都是在跑赢港股市场的表现 就是说你如果拿阿里巴巴 拿腾讯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 以美股市场的ADR 已表现好过港股的阿里巴巴 这个原因就是 ADR有钱入 那我们这件事 就可以看到 以外资的感觉 开始落到港股市场了 而他们也都对于未来的政策 是乐观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对于港股的看法 都是较为明朗了 当然了 你说这么短时间里面 由14点15点 抽到上去21000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是要休息一下 那可能那些位置 我们会看到 可能下回到20天线 左右位置 20,000点徘徊 接着再好像Chris 刚才所说的 等到一个真正的牛市反弹 那但是现在这些位置呢 是积极 是被大家 继续可以觉得是趁低级了 而美股方面的话 我们会看淡一点 因为虽然刚才说过 Kenneth有说过加息 加息周期可能已经慢慢开始放缓 甚至说可能会 有机会出现减息 那但是背后原因 可能会出现一个经济衰退 而经济衰退 很多大行都有提到 在第三季度会出现 那如果在第三季度 出现之前的话 美股绝对会有一波的下跌 那所以这件事 永远都是股市先过 实体经济 所以投资者可能会小心一点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出来说的时候 可能说大家可以 Long港股 Long A股 就是看好港股 看好A股 同样地可能会做一些 对冲美股 NASDAQ的投资策略 大致上是这样的 刚才Kenneth提到 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份 其实都涨了很多 特别是最近 例如在互联网平台公司 或是在监管部门 说到金融业务的整改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Anique 想问一下 因为都涨了不少 那接下来的首季度 是否都继续落下来 因为经济层面的那方面 就是一天都光亮了 全部都辨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好 先在回顾2022 好吗 因为2022的时候 我还记得10月的时候 我正在交友Yumi和Kenneth 都在做节目 当时的漫am 我吃了还天后 就算你打一份報紙 大行都跟你說23000而已 就是不是說到不到 是一個直播率的問題 所以你說真的想買播就先低一點 至於剛才Yumi也說了 內地都放了 打開口牌告訴你上來 叫戶 那你就等低一點才買 沒說不能買的 所以升到上來這麼急 你等它差不多要回2萬 或者2萬還有水平 你才進場也好 因為其實你很難再找到一個上年的情況 那就是瘟疫又瘟了 賬都打了 是不是 那有息又加到飛了天了 那你還說一些厲害的東西出來 就是外星人入侵了 這樣沒有的 是不是 那在這個狀態下 其實今年的復蘇概念挺明顯的 那可以選一些強硬的板塊 我們說波動性較大的 有政策幫手 那剛才說的互聯網相關的 金融率 或者是剛才說的經濟復蘇率的板塊 就是趁低一點 補多個位置 怕我現在不應該說 上年升上來的時候 有兩個大位 其實成交是突然之間很大的 萬六個位 萬八個位 成交是超級地大 那這些位應該是下不去的 那如果有機會去到2萬以下 那大家就可以嘗試一下 定蠻插做指線 然後一路坐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想一下 2萬以下你輸也不是輸10% 但是彈上去再上去 可能是2萬2 2萬3 其實是兩成來的嘛 那1成博2成就有直博了 是不是 那你又不一定覺得自己看過時間和方向對的 但是直博也是一定幫你 是不是 所以其實可以嘗試一下2萬2個 那5級麥波 待會再說 留下我們一會再討論 因為綜合幾位的意見 其實首季度也是不錯的 先休息一下 之後還有力度向上 那因為在場也有ETF 也有現生產品市場的代表 都很想了解在不同的投資市場上 那些市場的產品上 如何去捕捉這個升浪 我們就問一下華夏基金的Chris 如何去捕捉這個升浪 好像都氣勢如虹那樣 那就可能先唱個反調 其實現在就升到這個位 我們公司的view 或者公司的trader 其實現在就看到是會回落到2萬點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你說做資產配置第一季的話 我覺得現在就 你說直博率不高 我也同意 所以其實現在是轉回cash 可以在智庫買一些我們說是貨幣基金 那些可以每天收息的 我覺得那些是不錯的 那直到去到什麼時間呢 直到可能去到新年之後 可能因為內地故事初九才開始 那初九開始 那看看方向是怎樣 那如果真的跌到2萬點了 那我覺得有幾個板塊可以吸納的 那2023年的話 我們就說先價值後成長 和一個先反轉後復上 那什麼叫反轉呢 那反轉不是反彈 反轉是之前是極差的東西變得是比較不錯 就是譬如地產那樣 那它反轉了 那之後變成反彈的話 就某些板塊不錯 就是譬如說 因為我們公司也是研究內地比較透徹 那我們覺得軍工比較不錯 另外就是醫藥也不錯 因為醫藥的話長期都是有成長板塊 但是你說這個位其實都比較高 你說CXO 創新藥 藥名生物那些都去到這個位 那我覺得回調是有空間的 那我覺得去到回調之後再買一些醫藥股不錯 那醫藥股的話就有很多不同的板塊 那有有有生物科技 有有普通的傳統的藥 還有有醫療器械 有醫療消費 那醫療消費來說就是 就是如果我們參考香港復賞的例子 那其實也是會比較不錯 那醫療消費就會有一個長遠來計 就會有一個內地政策風險 因為如果政策真的好像以前平台經濟打壓的話 那醫療消費類是會比較上是會風險大些 那所以如果買醫藥股 我會建議買一些是創新藥的為主 那另外如果就說覺得醫藥股太大風險 那風險低一點的話我覺得是 如果是看A股港股和未股 那我也是覺得是港股表現比A股 但是A股的話 就一直因為它的底子太差 那有個數據就是說 現在A股就是 我們看過去15年其實只有10%的時間 是比現在差 而且A股是沒有連續兩年有負收益的 那所以就說現在是 如果我是說想買長渣的 那我覺得A股是比較不錯 那好像計算最近資金流 無論你是計算一個月或一個星期的話 你計算一個星期和一個月的話 頭15隻ETF其中8隻都是跟A股相關的 那所以我覺得A股也是比較不錯的 直播的概念 那如果是再風險低一點的 那港股也是比較不錯的 那港股的話 我個人建議就可能會買一些是一些 環境基礎的 那可能是說恆指ESG的話 因為ESG的話就一個就是說 恆指反彈會有不錯 那我們公司後師會就是 不看好下年的能源板塊 那所以恆指加上ESG的話 就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alpha 給大家 那這個就是我們大概的 資產配置的策略 我記得之前和Chris做節目 那時候提到 就是ESG其實因為裡面 都有一個項目 是一些企業管治 和一個大的方向 政策方向是否符合呢 那這個其實也幫到投資者 是收拾了有哪些 裡面的男子裡面提及到的公司 股份 避過這些風險 那問了ETF的範疇 南方當然是Kennif 剛剛Chris提到 A股 創新藥等等 因為ETF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除了指數 以及一些行業 都可以幫大家去補足那個聲浪 又或者是分散風險的 守衛道 大家應該怎樣去補儲呢 我補充一下 剛剛Chris 又提到一個asset class 或者叫做一個產品 叫做貨幣基金 因為貨幣基金在香港 其實不是說很熟的 大家 因為大家可能都是留意著銀行定期 銀行定期現在三個月四厘 三個月六個月四厘半 大家就會關心這件事 但其實在智庫平台裡面 其實他們上架了很多的貨幣基金 而那些貨幣基金 是叫做 我想可以做到T加零T加一的一個情況 而可以給到四厘幾 因為最近我們的貨幣基金 包括Chris也好 我們也好 南方東英或者華夏也好 其實我們有很多 每天我們其實就是幫大家去做定存 就是我們背後其實是在做定期的 但是我們只不過是資金大 我們靈活這樣去幫大家去做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 可能你本身有1億 但是我們有100億 去銀行裡 我們爭論率會高一點 所以現在我們的率 是一定高過三個月六個月的定期 而這一段時間 就適逢這次 今天 大家就可以真的 看看有沒有些新資金 你如果說真的有新資金 你不想說 擺下定期 其實現在這段時間 過年是很適合做這些產品 因為過年你沒有東西交易 你沒有東西交易你的錢 那些我們叫做Idle Cash 那你沒有東西交易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到貨幣基金裡面 拿到你想交易的日子 就是說這些 因為這些是沒有lock up 而且有流動性 很適合大家去做 這段時間去做部署 這個就是 小小貨幣基金的一些資訊 去告訴大家 而我最新我想我們的率 應該都差不多 大概是四里幾 四里半 但是這個是你說你拿一天 或者拿兩天 你都已經可以拿到這個息口的時候 那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剛才說到 說市場會出現回調 那事實上是絕對 需要有一些安全性的產品 去給大家 叫做分散風險 而我們對於我們講 股A股的看法 其實我們看得不錯 但是 我ETF就有個好處了 要講一個股市給大家聽就是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的科子ETF 我們出的時候 可能大概是六千點左右水平 五六千點左右水平 曾經爆到上一萬點 一萬點又滾到三千幾四千點 那這一段時間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輸錢呢 如果你有3033位投資者 你高位賣當然是 但是有一些比較守紀律的投資者 ETF 實物ETF的地方就是 科子ETF其實可以不斷去到儲貨 那變相有些低位 其實他們是真的 看得很好的時候 他們不要說 不要說萬四點 不要說四千點 四千幾 五千點 開始都做一些溝貨動作 去到三千點繼續買 守住的紀律的話 其實比起你買個股 阿里巴巴騰訊 你會舒服的 因為我們昨天都見到 很多一些大的客戶 機構客戶 其實他們告訴我 他們七十幾元邊 是斬了阿里巴巴 那變相這段時間 變成了他的資料沒有東西 但是相反有一班客戶是買ETF的 他就說阿里巴巴七十幾元的時候 我反而加ETF 不斷去儲貨 那這個情況 他告訴我 他們已經去到FH Price 即是去到他們的軍價 賣到溝到 但是阿里巴巴他們不敢溝 就是個股 和你買一男子的股票 分別在哪裡 所以我們接下來都覺得 ETF 你說會不會上到兩萬八 一定會的 一定有這個機會的 只不過是看時間 究竟你這個時候 你夠不夠膽去繼續儲貨 而ETF 是不是你們可以 長線持有的工具 那這個答案也是 YES的 即是這些ETF 絕對是適合大家 在這些低位裡面 繼續部署 直至到你去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不是說不賣 ETF是要賣的 你要轉去其他 asset class 你要轉去其他板塊 有譬如其他sector 都很吸引的 譬如現在醫藥的 你會買醫藥 醫藥之後你說 汽車又反彈的 你便可以轉去汽車 就是ETF 也是一個工具 給大家做投資部署 只不過一些 寬基一點的ETF 是可以給大家長線一點 主題的ETF 是給大家不斷轉動 我今天看好汽車 明天看好醫藥 今天又看好ESG 那大家不就變相 可以不斷轉動 可能你這樣的回報 比起你死錯難錯 會好一點 我們雖然做ETF 而我們想跟大家說 就是ETF不是給大家 一直拿到尾的工具 它只不過是其中的投資工具 但有分長線短線 大家可以留意 接下來我們多些去分享一下 我們每一個月 每一個季度 我們有不同的投資策略 可以分享給大家 但目前來說 我們都是看好 港股A股為主導 那我們都是留意一下 寬基給大家儲貨 短線的話會回的 即是會呼氣的 但都是像阿迪說的 不會透得太深 到時大家又可以接著的時候 在透氣位 透氣完之後 再上去 其實都需要其他產品 來做一個部署 所以都要問問 波根大通亞洲 Kenneth 我們經常做節目都說 要兩手準備 剛才我說的兩個不同的情境 接下來都會在首位度發生 怎樣去用一個獻生工具 來做兩手準備 其實用窩卵和牛熊證 最好的就是 它很夠靈活 無論大家 剛才Chris的視頻 或者Kenneth的視頻 你都可以用窩卵和牛熊證 幫助大家 例如是怎樣 大家可能在座的 去到這個位置 真的比較 不是太過保守的 再加上 但是我都自己看 經常看一些蝕口 說4厘多 之前是5厘 現在沒有了 就有點擔心口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很看著這樣的蝕 做三個月半年的 也都聽到很多投資者 可能去年年尾 買到上來的 去到這個位置 有不少盈利 又再 真的開始害怕了 怕市場不到 寧願 全部轉去 買貨幣基金也好 或者做定期 我寧願一年 就是等下 半年一年 拿到4厘多 5厘 正正就是 卵和牛熊證 就是給大家一個機會 如果我不想 失去後市再升的機會 我又不想再拿這麼多錢 再去買 任何的股票也好 任何ETF 我用少少的 就可以買一些 買一些窩卵 買一些牛熊證 看好的部署 買call 買牛證 可以買一些長生少少的 可能半年期 甚至九個月 就叫做 給你一個 你可以當成一個 premium 一個保險 當市向上 我不會 沒有了一個潛在的盈利 而反過來 如果我輸的 我都是說 輸了手上的本金 因為卵和牛熊證的本質 就是不用大家去補倉 不會叫追孖戰 我最多 真的市上不了去 不就的 反過來 至少我最大的損失 都是自己 我買了卵 買了牛熊證的本金 而本身大家的本 我還在買貨幣基金 還拿著 這個就可以給大家做一個 叫做向上 我怎樣去 不想用太多錢 再去部署股市的機會 那反過來 如果我真的 純粹是 我還是很看好的 我還有很多貨 拿著不同的股票 ETF基金 我又真的擔心 接近7000點的升幅 覺得都有機會回落 我就反過來 又用一些小量的資金 去反過來 今次就是買市落 買一些PUD 買一些紅證 記住就是 不要永遠覺得 Wall &牛熊證 雖然有個槓桿 就是等於大家去投機去賭 其實本質 就是 卵和牛熊證 是給大家做一個保險 如果你買一些 叫做 不是太過進取的 我不是叫你買 四五十倍的產品 買一些可能五六倍的 那給大家 其實都可能拿到一個季度 甚至上半年 我就叫做 我覺得市有機會回落 我就可能看淡一點 用一些叫做PUD 叫做紅證 去捕捉 就是市回調的一個機會 而我本身的貨底 我還是拿著的 如果真的 股票 基金有損失 但起碼我那些卵 那些紅證 那些PUD 都叫做可以有一個盈利 嗯 剛才Nick 又提到去年年尾 我們都非常悲觀 然後當時我們提到的策略 都是說 做短線先 還有 都真的要做一些對沖 如何控制駐馬 你剛才提到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休息位 接下來的季度都向好的 休息先再上 聽了剛才三位都有不同的ETF 和一些衍生工具 來做一些操作 捕捉和分散風險 你對於在大家 用不同的投資工具上面 來做個部署 有什麼看法 好 我要先阻止一下自己 因為很友善 上Overrun的傾向 值得說一說 其實我還是覺得 會落下兩萬左右水平 給大家買貨的 總是會這樣的 一支箭升上來 是不是 那怎麼都要回阿氣 休息一下 那問題就是 你買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 就是很特別的 其實剛才已經有很多版法 都講過出來了 醫療相關 那我舉一個真實的例子 因為大家真的太喜歡炒東西了 那早一陣子 現在不是有一個叫XBB1 XBB.1.5 XBB.1.5 有聽過 新的那個變種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內地就傳 這個XBB.1.5 在吃飯 我不介意大家 希望 我知道你想說 就是會引致失禁 那個失禁 那個失禁呢 還要是不自覺失禁 睡醒怎麼整個床都是的呢 這樣 那因此 沒有理由 關係 結果呢 那段時間 內地的紙尿片 是炒到非天的 買到斷貨的 什麼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先 退銷藥又斷貨 尿片都斷貨 你想不到 是不是 買到斷貨 結果是不是這樣呢 結果是除了內地的一兩個網站 有講過會有這個副作用之外 全個地球都沒有講過的 就是假的 是不是 有些時候就是這樣的 什麼都炒 我們就要遇上 必定是會遇到一些假新聞的 那雖然有些假新聞是很有趣 是不是很吸眼球 那但是你又不等於要訓錢下去 咦 剛才不是說到買一些醫療相關的東西的 其實你自己不知道的話 就是你不是科學家 你是不會知道是不是真的會引致失禁的 那你又跑去炒就不行的 其實 所以實際上最直接最直接的做法呢 就是首先有個批判性思考 看新聞是否正確 如果沒有這個判斷的能力 或者我們都不知道 是吧 最好的做法呢 就是打開一籃子平均去買 那所以其實剛才都講過 為什麼有些ETF 就是這種產品是幫到大家呢 是因為大家不會分身 走去逢去一隻股票上面 然後那隻股票或者那個主題 根本不吸引原來是假的 那你就出事了 那但是平均分配了在整個板塊裡面 譬如 其實是一個醫藥相關概念 ETF 或者可能這段時間沒有什麼炒 可能有些中概其他概念 那你就分散了風險 你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縱伏 其實 就是有其他行的專家 會幫你做這些配置 那這個是第一個 有時候為什麼要做ETF的好處呢 那第二個位呢 就是講著 喂你的錢放在這裡 那當然是放一些高息的地方 那當然都可以留意了 但是 又有很多投資者 特別是我們行呢 就是很多 就是喜歡炒炒炒賣賣的嘛 那通常都會 要是很喜歡炒 窩蕾牛熊症 要是很害怕窩蕾牛熊症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 其實那個問題都不是在那個產品本身的 就是好像我經常都跟大家講的 喝水吧 喝水好的 喝多一點水 個人健康一點 但是如果你只是躺身去喝水 喝到整個泳池的水給你喝完 那你也是會死的 是不是 那同樣的道理 其實本質不是窩蕾牛熊症有問題 是你用多少註碼嘛 你鋪鋪都躺身 你當然是蛇都死啦 那但是你用小部分去做一個這樣的槓桿出錯 是幫到你捕捉到升浪或者跌浪的 舉個例子 其實最好就是Kennif和Kennif的 剛剛那個配套的了 如果你有一些產品 你是買了回來 可以有5個percent 4點幾個percent的回報 Per year 那其實代表著那個產品可以為你 每年提供4到5個percent的收入 而這些收入是沒有什麼風險的 那你就用了4到5個percent 去做一些衍生工具的部署 那如果那些部署是賺多了的 那你會怎樣呢 就賺多一些 那如果輸了呢 那也沒事的 不影響不犯本 那所以其實是一些這樣的操作 你單一看一個產品 它又好又不好 但是你靈活配對這樣運用 其實可以捕捉所有的升級路和轉角位的 總之我很簡單的 我看過市戶落差2萬 那剛才說了一大爛餐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怎樣部署了 去到2萬左右的水平 又覺得會上去的 那大家又想想哪些主題哪些版派 好嗎 剛才都說了很多的了 我不再重複了 你看2萬了 不是一下子 這一兩天馬上2萬給你看的 所以呢 就是要怎麼看 在市場面很多的訊息 很多的數據的時候 有些什麼 幾位的專家都去給大家提示 就說真的要留意這件事 Chris不如你先 那如果是 我們說分幾種 如果看市場的趨勢 就是整個情緒 我覺得 雖然我們做ETF 但我覺得 ETF資金流行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 如果我們看 可能把全港的200多隻ETF出來 這樣看 流入最多的15隻 和流出最多的15隻 就已經知道其實 那時候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看當日 大家都很喜歡 即日交易 其實內地有些網站 其實可以看到不同的行業板塊 今天到底流入最多是哪個板塊 流出最多是哪個板塊 如果我們看 其實如果連續有兩天 特別多資金流入的板塊 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趨勢 大家可以考慮 是不是會有基本面 很多政策 通常的話 資金就會先走 如果這樣的話 也是一個提示給大家 就知道去炒什麼的板塊為主 另外如果是看基本面為主 譬如我是研究醫藥 和研究A股 如果我是研究醫藥的話 最主要當然是看哪家公司 出什麼新藥 新藥有什麼用 有用之後 到底商業化的話 可以賺多少錢 通常現在有幾隻 雖然我們做ETF 但其實我們會看不同的個股 不知道哪一隻 其實有很大機會率 可以拿到一個批紋 然後可以上市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買香港的醫藥股 因為香港醫藥股 可以拿到美國的批紋 那個的話 對於市值來說 可以回到很多 用一個例子 我講個股做例子 例如是先性藥業 如果它反彈之後 批紋了的話 市值可以馬上多10億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可以給大家 到底我炒哪隻股票 以及我什麼時候下注 以及什麼時候要撤出駐馬 這也是一個 用醫藥股做例子 大家喜歡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用參考這個方法 接著要問一下南方 東英 Kenneth 經常做節目問你 資金流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 還有沒有其他 或者是大家真的要 網實資金的流向 資金流呢 我們ETF呢 剛才就有說 但是我沒有跟大家說 最近資金流是怎樣 最近資金流就是 配合阿力 那麼多的看法 我們流入反向產品 比較多一點 就是都是看淡一點 最近 因為前一陣子呢 是一直買我們的科子ETF 不斷買不斷買 一直流入 那個科子跌到下去 可能是三千幾點 三個幾四元邊 那時候的市值反而我們是最高 那麼去到二百億市值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想一下 有多少人在買 其實一直都有存貨 這個就是我們中長線的部署 但是短線真的有些資金流入反向 而另外最大筆最近的資金流呢 我今天完全沒有說過這個asset class的 就是我們的Bitcoin 和Ethereum的Future ETF 這個是全亞洲第一隻 在香港上市受監管的ETF 但是我不在這裡說太多 但是我們的資金流呢 是超過八千萬的 就是說最近剛剛上市的時候 我們已經吸引了很多機構投資者 也好我們的Family Office 就是家族辦公室的大客戶 其實他們都很想買 但是因為之前FTX啊 大家知道爆煲啊 很多東西 很多因素 我之前都有說過 但是大家要買的話 就真的會想傾向於 我們的錢擺在哪裡呢 是不是擺在幣安呢 是不是擺在其他交易平台呢 不是 我們擺在HSBC 那所以說這件事就叫做受監管 也是SFC剛剛叫做十月份的時候 說了說可以出 而我們也是所有的渠道 無論是我們背後 trade的一些futures 也好 我們的trustee也好 就是托管行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受監管的機構 那變相就可以吸引了很多很多 一些不同地方的一些機構投資者 因為他們本身不能買一些 沒有受監管的產品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的資金流 是真的流了進去 Bitcoin Ethereum裡面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兩隻ETF 從上市到現在升了超過28% 那最近的表現都非常不錯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都希望 投資者可以了解多一點 因為未必這麼多個投資者 都懂得這個SAC class 所以到時候我們都會透過 我們chip talk平台 或者其他渠道 去跟大家說多一些這些產品 如果有興趣 待會也可以交流一下 好啊 好 那之後再問我更大通亞洲Kenneth 因為我自己就常常去你們官網 看一個牛熊的重貨區在哪裡 在座部署 只看這個是不是都不夠呢 有些什麼提示 有些什麼重要的數據 真的要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劉姐 當然你說 經常都看 究竟有些什麼資金流數據 大家可以看 剛才Grace所說的 我想都是比較基本面 可能長一點 但是你說真的想炒個momentum 炒個趨勢 離不開兩個資金流 大家看報紙的 總會提到 一個就是港股通 無論是南下的資金流 或者反過來 大家買A股 北上的資金流向 又或者就是 最直接就是 真是卵牆的資金流 先說 胡廣通的資金流 我們每次的Webinar都會說 因為這個數據 大家經常都看 但其實不是太過易穩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 其實每一隻股票 其實南下近來是買還是賣 買多少賣多少呢 可以上我們摩根大通的網站 因為我們每一隻股份 都有去trace每一隻的資金流向 整體的 大家近來看報紙 都看到A股 透過 沐股通 北上 透過深股通 近來是不斷買一些A股的 是越來越多的一個資金流向 而你看回真的A股的表現 的確不錯 你看回MACI A50 或者 胡森三十指數 其實都說到 接近去年八月的高位 都叫做一個 跟到的資金流 追落後的概念 不妨大家繼續去看這個資金流 看看 下去A股的資金流向 有沒有多度 而且都可以看一看 究竟他們買的是什麼的板塊 反過來南下資金流 由去年去第四季開始 其實都是踴躍的 一直很多北水買回港股的 而真的 大家如果有看回 南下資金流 這三四個月買的什麼板塊 正正就是買一些強勢的板塊 科技股 騰訊 阿里巴巴 騰訊 美團 南下資金是買這些的 另外一些什麼板塊 反而少些人買 其實少些人買 都是可以去留意的 正正是去年 比較弱一些的板塊 比如一些金融股 北水港元 其實去年一直都不是很賣的 如果去到今年 大家更加要去看 究竟南下的資金 是繼續買一些科技股 就是近幾個月強勢的股份 還是說開始去追落後 連一些真是很殘的內銀股 一些的金融股 內銀內險 又或者內房股 如果大家可以看 會不會去到第一季 連南下資金都開始買這些 反而是健康的 令到市場 不只是單靠科技股 推上去 真是連一些叫做PE 真是很殘的 PBPE 很低的一些板塊 南下資金都開始買 這個反而對港股的聲勢 叫做一個挺健康的 第二個資金流向 卵場資金流 這個就是 極端的 我覺得 尤其是在個股身上 大家都發覺 我們有時都會說 會不會有些 譬如二三線的股份 特別是科卵 突然間有些移動 因為有時候 往往就有一些 我們叫smart money 醒目資金 就真的下了去 就看到 譬如去年去到第三四季 最多 最移動的一些資金流 是什麼呢 就正正是一些 Biotech 譬如是一些 177 6 185 我想大家都很少買的 一些Biotech 正正就是 突然間有一個星期 但是不斷有資金流向 金額 只是金額 不是太多 可能每天幾百萬 但是如果說 全年 可能在那些股份 Colin的資金流 可能全年都只有幾十萬 但突然間有一個星期 是有一千萬幾百萬 那是十幾倍的一個升幅 正正就是去年第四季 很多資金就是下去這些 這樣的股票 就真的去到去年第四季 特別這些板塊 整個Biotech 尤其是那幾隻 就是6185 177 或者是9926 康芳等等 就是升得最厲害 就是這些 大家可以看一個資金流向 那又反過來 就是去Yumi 剛才所說的牛紅症的資金流向 這個就可能 大家可以用一個反方向去看了 因為往往就是 始終買得牛紅症 多數都是一些散戶 那散戶呢 過往表現都不是太好的 正正就是 如果大家 我可以用一個 反過來的理論 我反手 最近多人買牛 市場一路上 大家一路買紅 一路買put 我覺得那些是散戶資金流的 我反過來 我比較聰明 我就可以用一個反手 我反過來看 探市場 我買一些put 買一些紅症去做一個這樣的 你可以說爭頸 但如果說過往 真是統計近兩三個月 真是萬五到兩萬一 兩萬二 真是往往紅症特別多 譬如說單日 下去一億幾 兩億錢 下去一些紅症 往往第二天 市場都是急性的 在我們座談會開頭第一條問題的時候 阿丁急不及待這樣說 大家要留意哪些移動平均線 接下來是否看著這 因為你剛才說呼吸 呼吸完氣再上 有什麼重要的數據 讓大家參考 那天看回 都真的轉向了 其實主要都是看成交 如果大家有留意 剛才我都一下就倒過那個位置 就是 你去到萬六爆炊那一刻 萬八爆炊那一刻 可能成交是很大的 其實 有時候 經常都說的 那些什麼突破 什麼指標 其實都是一些偶然的 是科學性的 你去到那個位置 就自然會發生的 升級上去 一定會穿來平均線 但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真金白銀落錢 就是真的 你吹到超級勁大 原來沒有錢到的 那就自己留了 所以其實你看著真實的成交 才是這個世界的真相 什麼都不用看的 所以跌回去兩萬點以下 如果你看到到底轉向那天 我估計應該是一萬九千四至一萬九千八之間 那去到那些位置 你應該會見到一個很大的成交 的單日轉向 跌完下去 下午就升回了 那在這些位置 這些角度 其實那天就應該是入貨時機來的 那倒轉又有了 其實爆炊到上去 差不多 差不多剛剛 挨近二萬千八二萬二 那天就升完 又到幾次做幾天了 是啊 其實是這樣 所以可能其實那個位置 是另一個轉向下去 那可能就是低一點 就是你問我們是兩萬點以下 最後才罵的了 所以就判大成交那天 那大成交的收費才看到 過了 那你報了一個大浪 差一天半天的 你看完 昨天的成交這麼大 那今天剛剛開始差不多了 那你就開始部署一下 那選了什麼 那剛才說了很多 不明白 我又不是經常見到你 我又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今天有機會撞到 不要緊 有什麼多 我們公司同事是很多的 而且我的同事 即是坐在大家旁邊那些 其實他們的炒股能力 是超級地強的 是啊 其實他們才是以前 傳說金融的掃地症 躲在那裡很厲害的那些 那所以你有空 沒有東西就問問他們 OK 有什麼抵賣抵看 或者有什麼基金 保險或者有什麼 你問我不到 就問他們 再不是 就自己研發一下 找個方法 打給他們 那他們就會回答你們 那這個也是令到一些 有效的 可以知道市場消息的方法 那當然啦 剛才說過的 網站一定要看的 你不勤力是不行的 是吧 人人都很勤力賺錢的 那所以你幾個東西 加上負債 其實我相信 今年2013年 就真的事半功倍的 嗯 好了 剛才我們都很宏觀地看了 經濟和大市的大方向 再美觀一些數據 不如我們說說 在不同的資產 或者在不同的投資產品上 你的展望 首季度的展望是怎樣的 請問一下華夏基金的Chris 先問一下華夏基金的Chris 那我們說有好有不好 那如果我們先說不好 有什麼板塊就是 即是有哪隻ETF 我們覺得暫時不行了 即是可能 首先我們覺得 醫藥來說 長期可以的 但短線來說 我們覺得 位置比較高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醫藥股ETF 那老實說 那我覺得是 3069 我覺得現在是 跌 起碼我覺得是跌 我們後銷值跌 可能15% 之後就可以 慢慢吸納下去了 那另外就 有一個板塊 我覺得都是要小心一點的 如果大家有 拿我們一隻 日本ETF 那因為日本去央行 那個 整天搖擺不定 那如果大家有拿了 日本ETF 都比較不錯 但是這兩隻來說 都是跌了下去之後 那我們預期會跌 但是跌了之後 其實是會有 比較不錯的 撈底的空間 那所以這兩隻都可以留意 那如果是 第三個板塊 是長期都是不錯的 那我覺得是 我們的 ESGETF是不錯的 因為那一隻 其實我們 為什麼會設計 這隻ETF 就是因為 我們想做一個 叫做增強版的 營付基金 那增強版的行資 是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我們剔除了 那些有問題的公司 而且剔除了一些 是比較傳統的板塊 那麼我們會 稍後知道 可能大家買一些 內地公司 某些內地公司 可能它的管治問題 其實是有少少的隱憂 因為可能 內地的董事會 可能比較集中 或者是可能去一些 是 錢銀方面說 不是很清晰的 那所以我們 找了三個公司 去剔除了 那些有問題的公司 所以做了一隻 增強版的行資 出來 那現在來說 上市到現在 大概兩個多月 我們就跑贏行資 是百個百分比的 那它這隻就是 老實說 我覺得發達比較難 因為它就說 買行資 你買營付基金 都很難會發達 但是這隻呢 是儲貨 不知道買什麼 又想買港股的話 那這隻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不錯 最後一個辦法 我覺得 除了醫藥股 醫藥股 之外 我覺得銀行股 大家可以留意 剛剛幾位嘉賓都說 銀行股比較不錯 銀行股就有分 內銀股 以及一些 香港上市的銀行股 我覺得 如果現在就說 我們說整個是反轉 整個地產有最差的一個 極地反轉的話 買地產股我覺得是比較難選 那你說買銀行股也是一個 大包圍地買得不錯 那也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銀行股 ETF 我覺得這四個就是 我們烤銷來講 是會比較不錯的表現 然後南方東英 Kennis 剛才你提到 最近都比較多資金 流入去一些反向的產品 但你最初就說 休息一下 之後再上 那沒理由 反向會一直旺到整個手櫃裡吧 接下來你看過方向是怎樣 給大家一些爆炸的 就是說 剛才Chris說了很多長線的 短線爆上去的 我始終都覺得 你現在科子是在說四千多點 但是你說上去六千點 有沒有可能呢 你上去六千點 都有差不多四十幾個 幾個巴仙升幅 再上八千點又怎麼看呢 會到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 三零三三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 和以太幣 這兩個產品 也是爆炸的 即是說 高位大家可能比特幣 看到六萬 對不對 這些很高 大家覺得 哎呀這麼高 那時候 但你們都敢去買 但現在說的是兩萬 大家敢不敢去買 那我就覺得 ETF又可以幫你儲 因為我們在說 很便宜的入場費 那這些就是 給大家去想 因為這些 資本市場 現在已經大到 它不是一個對沖的產品 它已經成為了 它自己的資產 裡面 而應用層面 滲透率 越來越高 那剔除了 就是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 我很開心 可以作為一個持牌人 去講這個產品 因為以往 我們熟悉 我們研究 我們做金融的 其實不可能不看這個 asset class 因為它的資本市場 是很大的 是過萬億美元的一個資產 我們不可能不看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講 但是現在我們出了這個產品 我們可以講 就是說之前我們看到 比特幣爆炸 我們不可以講 因為LUNA爆炸 然後拖落 整個資金鏈斷裂 然後爆炸完之後 現在ftx爆炸 但ftx爆炸 你有沒有看到 比特幣跌 又看不到 ftx爆炸的時候 比特幣17,000 ftx現在還在爆炸 其他交易平台 還在爆炸 也上了兩萬 所以這件事 已經不是一個影響到 比特幣的價格因素 而且我們覺得 現在的底部 簡單來說 我們覺得便宜 我們覺得 現在是一個入市的好時機 讓大家儲貨 不是說一注買進去 如果你短線的投資者 可以 但是我們的機械投資者 它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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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那它們看的一些位置 我想都是上三四萬以上 這樣才叫一個合理的價格水平 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這兩隻 其次的就是貨幣基金 就是說你整個投資者 100% 剛才你可能 Chris佔了 可能已經佔了20幾30% 另外20幾30% 有其他東西 然後有10% 是在窩倫浪控制 那剩下的東西做什麼 一定是要留一些 錢給自己 一定要有現金 一定要有資金 去做不斷配置 那你中間食壺又有資金 看到市跌又有資金 趴下去 那這些就是我們俗稱的 Idle Cash去做一些 防守性的策略 大致上我們的 就是這樣 接著又請我跟大通 阿周Kennibs 講一下現身產品市場上 首季的展望是怎樣 那我講一下 近來卵場的資金流向 主要的就是騰訊和美團 那再值得留意就是 資金開始 以往大家買科技股 就是買龍頭的 但是開始大家 一點點追到後 就是喊你爸爸 大家看到80元 上到80元 就是開始跑人 跑人回美團 跑人回騰訊 卵場和資金流向都配合的 近來越來越多 大家真的看多了 9988 另外如果你看科技股 有哪些叫做 落後一點點 快手 甚至瑞昇 其實資金流向 都真的開始多了 因為以往大家就不太行 但是卵場大家開始 買多了這些股份的call 買多了這些股份的牛證 另一個板塊 一直都說 由第四季到現在 都繼續去多人看的 就是經濟上的概念 比較多些的就是 豪土股 金沙和銀魚的好倉 近來都繼續 一直都有資金流入 大家可以比較集中 去看這兩個板塊 還有另一個 比較值得去說的就是 如果大家可能 買窩倫 經常都提到 引申波幅 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定價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如果大家看 例如我們波幅指數 例如VHSI 恒指波幅指數 又或者美股那邊 經常都聽到一些 VIX 恐慌指數 大家如果看一看 其實波幅指數 跌到很低 如果說VIX 接近一年的低位 恒指這邊 說半年的低位 那這個波幅指數 去到這麼低 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其實就是 給大家去看 有機會 大家不太恐慌了 美股一年的低位 恒指半年的低位 那個波動性 或者市場對波幅的一個預期 反過來 如果這個時候 大家用回卵 其實成本 比半年前低了很多 就是說 如果你半年前 買恒指的call 如果你現在用賣 你會發現成本低了很多 就是說 槓桿高了很多 那再值得留意的就是 往往我們去看 那個波幅指數 跟大市 往往都是一個很相反的關係 真的 如果當市 見底 抽 那個波幅指數 會跌的 反過來 如果當市倒下 波幅指數 會急升的 那現在正正 大家看過VIX 看過VSI 就是剛才 半年的低位 和一年的低位 那這個會不會就是 預示到 市場會轉向 沒有說轉向 就是波動性 會突然間 就是加劇呢 會不會就是 引證到 剛才阿NIC所說 真的兩萬二 或幾天都上不了 會不會一個 開始 大一點的回調呢 那大家可以留言 就是用回 剛才所說 趁個成本低一點的 你用少量的資金 去買一些 叫做 保險一點的 你買一些的搏率 做一個對沖的一個保存 好 最後也請阿NIC 幫我們總結一下 聽了這麼多位 不同的專家 在不同的投資產品上 首季度的展望 來總結首季度 我們也剛才說過 長短線的部署 大家還要留意哪些呢 其實大家得出來的結論 都是差不多 升得很急 差不多 等個月回合先 一近兩萬水平才買 那我一近兩萬水平買 那我看一九四 一九八 那你也是那些時候買 那可以買的東西很多的 有些經濟復習的概念 有些銀行的概念 有些可能 追落後的版塊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留意的 那用不同的產品 就不再重複了 因為很清楚 知道為什麼 那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都很接近的 那另外就是 如果要我再做多一個 就是可能 今季 或者可能 頭一個半年的股票推介 你叫我推些大小的 又不是很合理 是不是 有電視拍著 就不去那些了 就只是推些大小的 是不是 那復甦概念 是很遼闊的 是吧 就是用的東西可以復甦 是吧 洗的東西可以復甦 但是有一樣東西 就一定是大家會體會得到的 那就是之前 內地lockdown引致到 很多資金的進出 是很不方便的 那現在又可能復甦了 那可能資金的進出 就有 是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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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有一些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的 而當中 可能較為大隻 又較為落後了很多年 有一個爆炸性增長 機會很大的 就是右方 所以大家可以 今年也要留意一下 中常年頭 是不是 那套年區界 看看右方 會不會業績 和整體上 那個增長 可能不錯 這些可以留意一下 你說不要 這個股很複雜 很麻煩 那 回到剛才那些 看大致 看相關的產品 和基金 再不再問同事 有什麼推介 大家多點聯繫 你就會有多點想法 看看我們chip talk 和同位同學 好 謝謝你 也謝謝南方 當然 Kenneth 摩根大通 亞洲 Kenneth 和華夏基金 Chris 的分析和分享 麻煩四位都可以去到台下 就在休息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剛才 四位的專家 有的意見 的分享 有什麼的言難 或者問題 都可以和我們在場的 致富團隊 詢問或者大家 交流下意見 好 有請 謝謝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 致富證券財庫管理部總經理 張德明先生 Ted總 跟我們講幾句 你好 Ted總 Hello 大家好 我叫Tedron先生 張德明 今天和大家先拜個早年 希望今年來 大家吐氣揚眉 投資方面 賺多一點 身體健康 健康和財富都有增長 多謝大家 今天來臨這裡 Kenneth 不如先說一下 我們致富 基金平台那裡 有什麼優勢給大家 我想幾方面 第一個方面 如果說我們的優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 我們也有很多間 有二十多間 我想現在應該有 大概二十四五間 接下來陸陸續續 我們也會繼續加進去 很多時候可能有些朋友 去到其他金融機構 或者銀行買基金 可能有些他們心疑的基金 公司的基金 他們買不到 外於合作夥伴關係 或者有些銀行 A銀行 又不是B銀行的基金 或者A公司 又不是B公司的基金 但是作為我們 這個致富基金平台 我們和很多間基金公司 都有聯繫 基本上大家 可能在其他金融機構 或者銀行 見到的基金 我們也有 這是第一個優勢 第二個就是我們基金的數目 我們現在都有四百多個基金 可以給大家很多種選擇 另外就是我們的基金種類 基金種類 剛才大家都有分享過 Kendith Chris 他們也有分享過 我們AssetCars 那方面來說 也不錯 大家如果看好股票市場 我們有股票基金 債券市場 我們也有債券基金 甚至債券基金方面 有些有巨投資評級 減息 會不會真的對投資評級的債券有幫助 但是你買一隻債券是很難的 所謂難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買一隻值債 可能要二十萬美金入門 但是我們如果透過債券基金去買 真的一萬元港幣就能交易 甚至有些我們精選基金的話 五千元港幣都能交易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債券基金、股票基金 甚至剛才有分享過 就是貨幣基金 貨幣基金 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回去 看看我們智庫的網頁 或者我們Facebook 剛剛上星期我們 在我們的理財教室 有一週 我們每一週都可能有一週熱賣的基金 跟大家分享 我們也有提到 貨幣基金大家都可以配置一下 剛才也有分享過 有些錢我又想收接近定期的息量 但是我又想靈活 因為現在可能做了定期 你說早前四厘多可能要鎖你 哇一年時間 但是我可能收三厘半 或者甚至剛才Candiff 也有說過四厘多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活期的形式收 定完息口 但是如果我們看得對 舉例市況 我剛才也說會調整 調整了之後 跟著我也不知 如果基金隨時可以買這個投資的話 不同的投資工具 那麼貨幣基金又可能會幫到大家 那麼基金種類我們都不錯 甚至你說 喂 究竟買股票基金好 還是債券基金好 簡直我們還有一種 叫做股債混合的平衡基金 又或者可以幫到大家 那麼我們這個基金種類的方面 應該都會幫到大家 那麼當然 還有我們支付來講 都有一個不錯的基金平台 還有一些不錯的同事 隨時stand by 是和大家可能 挑選一些投資的工具 挑選哪個基金 或者挑選哪一種基金公司 那個種類的基金 表現得好一點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隨時stand by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 是做Webinar 都是講一下 季度的投資展望的時候 那天打風的 我們都在網上做的 所以我想而知 大家都真的隨時stand by 是啊 Yumi 記不記得 我們大家 剛才都提到 去年有一段時間 那個港股 建了十六年的低位 記不記得哪一天 大家 十月三十一號 收市一萬四千六百幾點 真是十六年低位 大家當時十五十六 有些人說 可能不說萬四不要買 萬三啦 萬三萬二啦 萬一啦 好像沒有人說八千 但是後來 十月三十一號 見了底 十一二二號 我記得是打風 八號風球 掛了五號球 原本呢 老實說 取消了 我們的Webinar 我記得當時阿力 也有份 我們鄧澤成先生 阿力也有份參與 我們有四位同事 有阿力 有我 另外兩位同事 我們風雨不改 打風雨也照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真是以客為本 把客活擺在中心 因為我們覺得那天見了底 之後兩天的成交量好像不錯 對不對 我們想把我們覺得見了底 或者有機會反彈到資訊 市況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天打風十一二號 我們都跟大家分享 很慶幸那天趕完之後 到十一月底 甚至到現在來的 市況都是漸漸向上升 我記得十一月二號 講完十一月三十號 那個收市 行指收市大概是一萬八千五百點左右 升在接近四千點 三千九百幾點 哇 升幅不錯 我們會盡我們努力的 一直以客為本 希望可以做到 真的做到我們 你的信任 我們的重任 幫到大家 利用我們的股票 ETF 牛紅證 甚至基金 保險也可以 可以幫到大家 做一個很平衡的配置 有時間 或者是覺得都適合的話 就找找我們幫忙 我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好 多謝Ted總 謝謝Yumi 謝謝大家 休息了 那今天的座談會 和Shift Talk直播 都來到這裡 尾聲了 差不多了 都希望大家 聽完今次的座談會之後 都可以很迅速地 拿到相關的資訊 包括宏觀經濟 以及緊貼市房的走勢 如果想做一步更緊貼我們 除了可以和在場的 智庫團隊詢問之外 都可以逢禮拜三 留意著我們 Chift Talk 即是智庫 在YouTube Channel上的節目 好 節目時間 以及今天座談會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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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